他講的很好笑 就把他講疫情還有黨內他罵人的一起講了是不是 對對對 講萬安是留在後面啦 先講柯文哲再講講萬安 這個可以一嘛 然後講講這個不需要講 好我知道 我現在亂發說了 那五次的事情給我 因為我說我們求他的粉絲 好的沒問題我就知道 大家好我是王偉忠 歡迎收聽我的節目 我的節目原產是那個 我收到哪裡 對對對我節目就叫 我說到哪裡 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幫忙 大家好我是王偉忠 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已經開直播了 歡迎上中網流行網 還有王偉忠的臉書收看 節目開始當然請到我們主播 委屈跟我們聊聊 下班的時候應該知道的新聞 在疫情方面好像還是有點嚴重 不是有一點還蠻嚴重的 偉忠哥晚安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好已經連續三天啊 台灣的本土病例都破400例了 今天是來到439例 另外加191例的境外移入 連今天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都說 還看不到什麼時候能夠達到高峰 但是我們在江戶上走動啊 說讓走動看好像大家老百姓 還是過自己正常的日子 好像沒有很慌張 你怎麼給大家建議 我的建議啊 說實在的 你收集新聞之後大家給大家建議 就是戴好口罩 少亂跑 就這樣子 不要以為你打了三劑疫苗 就不會確診 因為現在看起來有好多都是打了三劑 被突破感染的 可是在Omicron這種感染 是不是真的如同在世界上所講的 它是比較沒有症狀的 也很可能會幫助疫情早點結束 有這樣子 我覺得是不是能夠幫助疫情早點結束 我不敢說 但是確實 因為從不管從現在中國大陸 像上海看到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無症狀 或者是輕症 對 以台灣目前來看也是如此 那這個病毒要生存呢 他就是希望儘快的快速傳播出去 所以他跟之前的DIATA有很大的不同 對他要活下去 他就必須要快速的傳播 對 然後這個可是柯文哲認為說這個 其實在疫情方面用科技解決問題是容易的 對 可是比較不容够解決這個防疫困難的是 一個是在人 是周一寇 另外一個就是說 卡綠斑 他這個 不過他現在不是這兩天 他不是又說罵人 他的同黨的誰的什麼知情說這個 就所謂的那個罵狗論 對 然後引起軒然大波 他後來他說一件事情 他說他以後要考慮 我以後要考慮 很多人在台上怎麼講 台下怎麼講 我區個出來 這樣才不要得罪人 我看到現在 他說防疫 其實就兩個人最麻煩 兩個人最麻煩 一個就是周一寇的論點 一個就是塔利班網軍的一些 不正確的傳播 沒錯 他也講這話了 他不怕嗎 我覺得以柯文哲的立場 他他一下認為他的 在這個醫學方面的專業 遠勝過於陳時中 所以你看他 他不斷的在對於中央 所提出很多防疫政策 提出挑戰 對 他當然他今天提到 就是說要燒到疫情的高峰 至少要兩個月 當然他也不是隨便說的 因為從鄰近國家看起來 確實也是如此 好 那問題是說 那如果說真的要達到疫情高峰 還需要兩個月 那這兩個月怎麼辦 那所以這也是後面為什麼他提到 從醫學專業來看 他認為並不難 難的就是在於很多人在這個裡面啊 可能散布了一些不實的訊息 或者是從中在這邊要製造出一些 所謂的輿論的混亂 就他點名了這兩種人 我覺得傳播媒體其實還有各個這個 傳播媒體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就是說周遇寇跟這個 塔利班 柯文哲 兩個真的應該做一個對面 confrontation啊 兩個對面的來聊一聊 那直為精彩 就看哪一個媒體可以請到他們 嗯 就看看中廣我們這個董事長啊 他們兩個來聊一聊 到底這個柯文哲跟周遇寇兩個對照 是什麼樣的狀態 你可以請他們兩個上你的節目啊 他們都不會來的 哎呀 那你啊 不會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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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下次找個機會 我請老高跟小莫跟你講 哈哈哈哈 太棒了 對 他是個宇宙學 OK 另外就是剛才偉中哥提到 就是他們現在黨內這個事情 現在柯文哲現在好像變成一個暴君 在這個私下的這個開會當中 罵這個他們很重要的這個賴香菱委員的幕僚是狗 所以說把狗管好 對 所以誰叫他狗帶回去管好 他這個 他這個其實是很麻煩的 走過必留下痕跡啊 他這個東西罵出來之後 現在黨內怎麼解決呢 而且他一開始不打算道歉 他不打算公開道歉 大概是在最後輿論逼迫一下 他終於在昨天打了電話給賴香菱 那這個態度其實也大有問題 不過柯文哲對我們這個 我就說其實任何事情都是這種表演 Performance 當然當然 我們為什麼做政治諷刺呢 是因為 也不能說諷刺 就是政治人物 人家說笑話最好玩的笑話 就是政治笑話 還有一個就是黃色笑話 這兩個笑話集合在一起 玩的最好的就是以前的柯林頓 但是話說回來 就是說你看這個政治人物 他也是這種表演 那在表演裡面如果表演的很有意思 他就很好模仿 叫Mock Show M-O-C-K Mock 可以可以 你就可以模仿他一些東西 其實對社會來講 是一個很舒服的事情 對 因為你對政治人物遙不可及 他有權利 對不對 然後你好像覺得 你要都到通過這個時候 M-O代表去跟他接觸 你自己接觸不到 但是有些節目 如果Mock的話 老百姓可以出出氣 可以把悶氣出一出 所以柯文哲模仿起來非常好笑 非常有意思 他就是一個講話很 你很容易抓他表演的方式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請到 周玉寇跟這個柯文哲對談的話 其實單單單單 他用訪問柯文哲我覺得應該也蠻有趣 會啦會啦會啦 只有機會嘛 他就不要去選什麼 什麼 要選到總統啊 他就要率選 我一定訪問他 就看他來不來 他已經說了 他就是他的目標 接下來就是要2024 我們以前我們做模仿秀的時候 我叫小郭模仿他 我們也做過互相對談 蠻有意思的 OK 好 周玉寇歡迎到節目來 吵倒楣嗎 我們是 OK 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中正紀念堂轉型 蔣萬安不希望被操作社會對立 這個新聞也是有段時間的 你分析一下 這個是從這個星期六 開始 開始逐漸發酵 當然有人認為就是說 蔣萬安在這個時間點說 要把中正紀念堂轉型為台灣建設紀念館 他的目的是為了先拆彈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炸彈一定會爆 而且其實就跟因為他身上就背著這個包袱 那與其一天到晚被人家追著打 乾脆他自己就先 不過大家還要再提 蔣萬安這個姓氏的問題 是啊 我覺得這個其實在蔣經國會議錄裡面 也把他的姓 這個把他們家說 他也不承認說有這樣的事情 是 那蔣萬如果一直在這個裡面 我覺得整個社會還在這個裡面 還在論主說被 所以我就蠻無聊的 坦白講是 我覺得是蠻無聊的 都沒有人問過我 我爸爸是誰 我祖先是誰 我祖先在漢朝就出現 王芒你知道嗎 是 這又怎麼回答 文哲他自己為漢高主 這有意思嗎 這有意思嗎 這不太懂了 那他現在 他會不會把重點放在這個地方 先拆彈 也會 會不會想太多了 還是人家一定會攻他這一點 所以有人說 他自認為這是一個妙招 但有人認為他這是一個爛招 但因為不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不管蔣萬安今天提出任何的建議 他都會被罵 對啊 就是這樣 他講話很認真 你知道 你看他的這個performance表演 就是一個真正 沒有他很誠懇 他也很認真 所以他講出每個句話出來 幾乎沒有轉圜的餘地 因為他講得很仔細 他也不會像何文哲講 然後糊塗糊塗 他很清楚 你知道嗎 這就很麻煩 比如說他要把中建長 希望能夠改變什麼 台灣建設紀念館 我第一次看到 改成台灣建設紀念館 跟建設有什麼關係 我這搞不清楚啊 我真的搞不清楚啊 我不算是一個很笨的人 他這個搞不太清楚 這什麼回事 但是後來有些解釋了 我還是他講得很清楚 我還是聽得很迷糊 會有這個狀況 不過這個事情就是 中建長我想後來在輿論 各方面情況之下 很可能真的會改名 改名的話是大白老百姓 可能要經過一些過程來做決定 也不是幾個人能做決定的 畢竟是公有財 是這個狀況 不過有一件事情 我個人有一個意見 講給你聽啊 聽著朋友我們一起聊天 你可以罵我 是我的觀念不對 我覺得中建狂的圍牆啊 當然是花了很多錢 對 那是他的特色 對 可是如果真的圍牆不在的時候 老百姓進出很方便 它會變成一個無障礙空間 會蠻有意思的 而且漂亮 哇 這麼多人罵我 我相信也有蠻多人支持你了 我就支持你 因為我常在 我常在那邊跑步啊 走路啊 家裡走附近 我覺得那個真的沒有圍牆的話 那是一種開放的狀態 是 如果整個社會有開放狀態之下的 情況之下的話 我就覺得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台灣如果能真的進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很多事情可以談 也可以不要有一些威力 不管是精神上的還是建設上的 我覺得他會有某些去的事情 所以講萬安在提這個爛意見的時候 應該先來問你 起碼先把圍牆拆了 我覺得這個比較務實一點 OK 還有一個就是 我剛才聽你廣播最後的 有一個體育新聞 這個是 我覺得Pegger Woods 這個 他的這個大起大落 就真的很 就從新聞人的角度看 其實是非常有話題性的 他在一年多前 他出了一場大車禍 對 本來外界認為說他大概這輩子完了 他大概站不起來了 沒想到他現在又參加了這個 美國名元賽 雖然當然成績不好啊 但是這次沒有人看他的成績 而是光看他能夠重新站上球場 就真的值回票價 其實你說大起大落 以我們球迷來看 是 就說你 嗯 就有好幾種講法 你今天看到他走在這個 名人賽裡面 嗯 腿一掰一掰的走 然後 右腿這個樣子 哦 然後這樣一掰走 你說你要你轉腰的時候 花多大的力量撐住 他還球可以打這麼遠 然後你看他上半身 練得有多壯 他那個尖頭肌 他那個二背肌 那個二頭肌練得有多壯 他真的是把這個燈當生命在做 嗯 對 然後從小開始打這個球 你看他一個老虎 曾經這樣子盤越於國� 哦 穿越於山丘 今天一搏一搏走在這個 這個故人上面 看又心疼 但是又佩服 嗯 他還是打了301桿 18洞 就under13桿 是 名人 名人賽那個球場奧古斯塔 你知道 全世界最難的 那個 你看過玻璃吧 嗯 你在玻璃上推推球看看 哈哈哈哈 你可以從這裏 推到內湖去 我跟你講 速度可以快到這個地步 有多可怕 所以他自己說他這次打完了 他覺得生涯的一大成就 真的 四天自就不行 把球打完 你不打球嗎 我沒有 我們沒有打高爾夫的能力 你說是體力還是什麼 體力財力都沒有 財力還好吧 其實現在有很多有票 你去打一打 走一走也不 就一千一千多塊兩千塊 真的 沒有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基本上是真的 泰哥路斯 畢竟是一個真正的 我覺得他冠軍 對很多人來講 他精神實在很偉大 最後來講 各位有機會看到2019年 那個最後一次 他拿過五四名 對 然後2019年最後一次 他那麼多拖擇之後 他還拿名人賽的冠軍的時候 多少球迷哭了 OK 等一下 我們要再訪問一個像 偉大女人之星是誰 等一下回來 謝謝 謝謝 誰 他竟然把我把門打開 好 我來我來 我不要當偉大的女人 沒有我們跟你是開玩笑的 對呀 就消雜暴 消雜暴 我這瘋女人還差不多 你為什麼越來越年輕 誰 你呀 我哪有年輕 有啊 你最近做了什麼 沒有我就眼袋 眼袋拿掉一點 不得了 你現在 真的 真的 沒有 沒有 然後就人家 因為那天我們吃飯太黑了 沒有看到現在這個光 我覺得你的皮膚啊怎麼 皮膚是我媽 很緊緻啊 然後就是狀況很好 對 皮膚是我媽遺傳的 我是 我怎麼曬都不會有斑 很好 因為小灰姐太年輕了 運動 對 小灰姐太年輕了 你一定要keep 不要玩的話你就被淘汰了 好痛 消雜不 你怎麼樣忙吧 還好啊 通演話對不對 帶孩子 就這樣子啊 帶孩子啊 工作啊什麼的 很好啊 兩頭髒啊 很多人很喜歡你啊 很好啊 對呀 我就要跟他講 其實你就是個男人 你幹嘛這樣子把我的秘密講出來 聊聊天嘛 你已經很好了 你很好 我根本不想當男人 為什麼我越來越像男人 我到底怎麼了 我說你有男人的個性 不是你想當男人 對對對 這很好啊 我自己像男生嘛 我的個性是像男生 已經吵起來了你看 沒辦法 老搭檔 我要這個時候 謝謝你啊 來陪陪我聊天 我開心啊 感謝感謝 我每次跟你聊天 我都會學到很多智慧 我運動運得很輕 我知道你騎馬 對騎馬 然後小慧姐那麼會 臭汗流了很多 那很好排毒 阿 它連 coup燈排出爍 我都會吃 阿 مس clerks 好 今天各位在直播看到人 人来了 我们非常感谢她 我们的时尚妈咪Melody Hello 大家好 韦龙哥好 我是Melody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来看看我 来看看老先生 当然啊 所以我们今天欢迎的是 Miss刘公贤 你干嘛要把我的名字讲出来 不是 我跟你讲 就像个老头的名字 你的名字很像以前的国大代表 很像郝伯村那个什么 一起打古灵头的将军 真的 对啊 公贤啊 你看这边怎么打 对啊 就很男性啊 我父母就不会给我取个零啊什么 对啊 可是你很少 你根本没有用过这个名字 刘公贤 我订餐厅的时候都会用 真的吗 为什么 I don't know 因为订餐厅就 然后会问你说 你要定什么名字 我说刘公贤 然后说先生 我说不是小姐 你说先生 你说我身带呢 是有次在他古灵头战役的时候 受伤了 我是个将军 刘公贤 刘将军 原来我的骨子里 很有趣 很有趣 我跟你讲 其实访问你 没什么好访问 对啊 你看我长大的呀 对 为什么 因为你过得非常愉快 各方面都很好 我有痛苦的时候了 你痛苦什么 我告诉你 今天所有听众朋友 就是要跟你学习 说你这什么家庭也照顾好 事业做得好 人又漂亮等等等等 又很有女人味 我一直跟中国人解释 我说 我说我跟他太熟了 他根本就是个男人 我是 我的骨子里就是个男生 真的是这样子 个性就是个男生 一个消杂簿 真的消杂簿 我消杂簿 我不是 我不是伟大的女人 我是疯女人 香香的 不会 香香的 不会 真的 你给别人形象很好 因为你很直接 很直接 对对对 可是这也是慢慢来的吧 你刚回台湾的时候 慢慢来 抓不到自己的表演方式 抓不到 抓不到 我第一次跟你拍戏 那时候 你看 住左住右 然后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 我想说 你这么资深 而且你是伟中哥 你怎么会 不知道 你一定最了 所以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是全然的相信你 可是我 那时候 我看到你的一面 我觉得你是个调皮捣蛋 有趣味 有幽默感的女人 那时候你还唱歌 还摆姿势 摆那个 天哪 就是演玉女 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 刚回来 你也知道 我又离乡背景 我父母也没有在台湾 然后我就想说 一个人 然后就是要打破原型 然后要再重新建立一个 这个甜美的歌手的形象 然后每次上综艺节目 笑得很大声 宣传都会说 小声一点 对 你不要这样子笑 你这样子不是玉女 我都不晓得 玉女要怎么当这样子 所以那你猜 我为什么看到你这一点 我一找你来聊 我就知道 你应该做这样的一表演 I know 因为你叫我演喜剧 我觉得太适合我了 后来又演了那个 我家是战国 对呀 我家战国 我真的很喜欢 你看也把 你里面 你主角叫什么名字 就是你啊 忘了 张嘉晴 对对对 张嘉晴 我记得 I remember 因为我所有的演艺事业的高峰都是 没有高峰 都是你找我 其实 真的真的 我要谢谢伟宗哥 他是我这个事业上的贵人 我是觉得 如果有六人心 那种 其实你是最适合演的 I am 对 因为你又会演喜剧 然后呢 C com 我的头发跟Rachel一样 比较短 讲话也不是很清楚 又牙巴掌 所以演 什么叫牙巴掌 雌性 对对对 雌性 反正我就是 你若那台湾的六人心 其实最适合 说各位听众朋友 请建议很多的导演 找这个什么Melody演戏 不过你太忙了 对 我可以找我演了 你快点弄一个啦 对对 我想 我要演一个那种 You know 就是我们像 就是每天进棚那样子的 我喜欢 就C com C com 我们就找他7点钟去 然后下午5点钟回家 等我有时间 我想做 你太忙了啦 我想做一个 没有我不忙 我想做一个 我现在很多是年轻东西 都交给年轻人做了 我是想对我的观众负责 就是比较中年人以上的 这样子的喜剧 那你不要找我 我不是中年以上 我中年以下 你很好 那没变什么样 那没跟我吵架干嘛呢 我真的是 那个时候 我家是这样过 伟东哥说 你来你来演这个张家晴 我说张家晴几岁 然后他还就是用 甜蜜的方式包装 他说张家晴跟你这样差不多 可是他有个小孩22岁 我说完 我说22岁 离我很遥远 22岁是50岁 他那好那好 我们就打协议 那15岁 我说啊 可那时候我的小孩才5岁 对对对 你演得很好啊 我很喜欢 他那时候叫我演一些中年的状况 然后那时候我演的时候 我还跟他讲 我说伟东哥 我没有办法想象 这种状况 他说你会 你再过两年就会了 真的 你所有预言 所有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 不过后来 我觉得你慢慢的 跟台湾社会接触 又开始做广播 然后又开始做网路 做Podcast 一路一路的 你真的活得 很多人很欣赏你 然后呢 李表就一致了 就那个漂亮的灵魂也出来了 洒脱的 傻傻的灵魂 别人也喜欢你了 对 好像就是有结合 我里面跟外面 终于match到了 前面刚开始 你在美国就这样子吗 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 我不是很认识 认识自己 我觉得这几年 我到了 我现在43岁嘛 认识你 你讲的吧 不是我讲的 我有什么好不能讲 I'm 43 years old 我认识韦中哥的时候 我才22岁吧 23岁 我们拍《周走主》 那时候我才25、26岁吧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 对自己的一个 越活越明白 对 然后就是 搞清楚 道理里面在想什么 那那 语言动力是什么呢 就是说 很多人都想越活越明白 看到你之后 他们就 为什么也喜欢你 他们觉得你活得很自然 那总有一个原因会让你越活越明白 我觉得是当了妈妈以后 真的吗 我觉得 我觉得人说为母则强是真的 因为当了妈妈以后 你就发现说 你的日子 你现在会讲成语了 你成语烂透了 你成语 我成语就乱讲 是我的风格不行啊 我还会很多 我等一下再讲一些 节目到今天这个 对不起 然后呢 我想听 我想听 我说哪里了 我怎么知道 这节目给你做好了 我说哪里 你说你做妈妈 做到自己 就是做了妈妈以后 我觉得就是属于说 这个为母则强是真的 因为女人 你就是傻傻的嘛 傻傻的结婚 为了爱情 傻傻的 就是说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就傻傻的 就小孩生出来了 呱呱落地 你在想说 我要怎么带领这个孩子 进入这个世界跟社会 然后慢慢的 你就会对自己有很多觉知 你就一下之间就长大 也是慢慢的 我觉得也是自己年累积累积累积 然后后来生完美眉 我又决定说 我想再出来工作 然后伪装各招 我家战官 我们有很多机会 你其实有一个节目 我还挺的大肚子 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什么节目 我忘了 我也忘了 就是一个talk show 然后我也是 大肚子 大肚子 然后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哦 就是透过一些工作 透过一些人生的经历 你就会慢慢的越 越明白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记得我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讲到孩子的时候 因为孩子 越多当父母之后 才学习做父母的 你会哭 对 会流眼泪 会被孩子感动 对对 我觉得哦 Melody真的是越来越懂自己了 对呀 懂自己 好 我们休一下 再跟我们Melody聊下去 我都忘了广播有广告 因为podcast都没有广告 啊 我们做podcast都没有广告的 没广告对 对 广播还是有广告 当然没广告 没广告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他们就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你快点做一个sitcom啦 要我再构思 但是现在电台不支持 我们做那个otd平台了 好啊 我会找你啊 对呀 我已经在想了 我已经在想 你可以做一个 你知道有一个 以前美国有一个sitcom 我一直很喜欢 那时候我有跟你讲了 我要做成熟的sitcom 对呀 Everybody loves Raymond 哦我知道啊 你知道吗 就是上面有老 下面有小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种中年那种趋势 我本来就要做中年 大一点的留人心 就说婚姻 有人离婚了 有什么东西 我想做这样子 找回自己 对对 有些女人 很社会性 还有像 我看了这么多 还有你有一些女人 有一些人是到了中年 她才发现 爱情是爱这个人 而不 无论她的性别 像圆圆这样子啊 对对 我们在直播 你现在全都讲出去了 你 不是人家不知道 人家是谁了 哈哈哈哈 傻妞 傻妞 对对对 sorry 我以为是广告 对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社会变化到今天 这样子的喜剧 然后喜剧其实是没错 喜剧不完全是喜剧 她会她老些问题 女人的成长是一直不断的 对对 男人一样 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 但有人会拒绝成长 到了不想成长 就停下来了 那就夫妻也会跟不上 这样 嗯 所以就会离婚呢 对对对对 哎 做妈妈之后开始离标一致 在美国也不见得完全离标是吧 因为是外国人 对对对 对文化不同了 我现在叫我真的在美国生活 我可能也 也不习惯 好 十秒 好 好 欢迎大家收听 哎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是melody跟她聊天 啊 我们再聊一段 剩下两段呢 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 有些问题要问你 你不要偷看啊 好 刚才我们问你说 你为什么越回越明白 嗯 前面我问到你一个 在广告中问你一个问题 说其实你是小留学生 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你还要变成外主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活得像自己 对不对 在美国社会 其实在 一本你英文讲得很好 一本你长得很漂亮 对 其实我我 嗯 你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嘛 那从小在美国长到 我是一个ABC 嗯 我也不知道说在台湾生活 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真的 来到台湾生活之后 我就决定在这边落地生根 因为我觉得这里才是 真正的 而且活得很自在 呀 呀呀呀呀 然后当然刚说过了 就是因为 后来因为你做妈妈之后 你看孩子的成长 等于看你自己成长再一次 对 你真正的喜怒哀乐出来了 真的 孩子的那个 感动 让你伤心 你就真的伤心 让你快乐 就那叫喜乐 就真的 而且都透过小孩 你会发现说 哦其实人 你看他们同 因为我有两个女人嘛 同一个家庭生长的 个性真的是不一样 嗯 所以有的时候 你当妈妈 你也不能抓得太紧 嗯 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属性 跟他们的一个方向 现在有人 现在社会已经进入了 不婚了 不死的一个阶段 你会不会觉得说 如果 如果女人不想有孩子的话 或夫妻不想有孩子的话 其实不一定要结婚 我也觉得啊 如果真的有孩子 希望能够做好 有个比较温暖的家庭 对啊 但温暖的家庭也会有问题 就不是说 有一方停止进步了 嗯 对不对 就两个不同步了 就是会产生问题 会啊 我觉得 现在在这个 你老公现在跟你同步吗 社会的 他永远都跟不上我的脚 哈哈哈哈 小杂木 对不对 it's the truth you know 已婚的女人超过十年 you know what i mean 那我们家 你跟小慧姐很熟 我们家有这个状况吗 没有 你们非常好 哈哈哈哈 你们永远是match的 演得好烂 你们永远是match的 OK 先讲讲 所以夫妻共同进步 但是有一方会忘记啊 会 忘记进步 那就要拉他一下啊 男人也说 那我给你讲 当你还愿意拉这个人的时候 表示还有爱 你把他放在旁边 你不管了 那他才要担心 不就是一个状况 因为这里面 像你的 像你老公 他是独子 对不对 他好几个姐姐 他几个姐姐 四个 四个姐姐 妈妈 他是从在女人世界长大 他备受宠爱 那你又进去 你等于加一 他说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上帝让我生在一个 这么难搞的家庭里面 他就是为了应付你一个人 他说因为他们五个人 都抵不过你一个人 真的吗 他让我 How do you deal with 你怎么去应付这五个 不会他们都对我很好啊 大姨小姨 还有婆婆很难搞 他们都对我算是很礼让啊 然后你呢 我是 我有我的方法 方法教一下 很多听众朋友 知道和习跟大姨小姨 怎么相处啊 不会 我觉得就是做好你的分内 然后因为很多女人 现在在这个 这个阶段 会跟我说 我也想要有工作 可是我也有家庭 我要怎么兼顾 其实就是 你要先把这个 家里这一块 一定要做好 让你的先生 还有婆家 没有后顾 对没有后顾之忧 那你要去做什么 谁管你 你产生你自己的价值 非常好啊 可是这个中间 你们没有 很难的 才四个大小一夜 当然有啊 我有拎过箱子 回美国 不想回来 那后来 谁让你老公去 把你找回来 对啊 那当然了 他不找我回来 我就不回来了 偶尔也要给他点颜色 就是有小孩了吗 没有 有小孩怎么做这个事 我给你讲 女人应该有了孩子 就被绑住了 可是很多人就很气 男人讲这一点 或别人讲这一点 为什么女人一辈子 要为孩子牺牲 就不能够自由自在 我昨天在看一本书 是原文的书 哇 你开始看书了 叫untamed 如果他有翻译的话 我一定要买一本给你看 untamed怎么解释 untamed是一个 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女性作家 他在写他自己的故事 他就在探索说 为什么女人我们认为说 我们我们把母爱当作就是牺牲 就等于牺牲 这个现在很多人在反省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牺牲一辈子 男女就可以不要 那到时候我们到了中年 等孩子再大一点 快要离朝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干嘛牺牲我20年的日子 因为eventually这个小孩 他也是会离开你 日本日本就是很多这种 这种退休跟离婚 就是到中年的症候群 对呀 跟老公说给你一个 对不起谢谢 我们再见 你退休了 或者还长大 我要离开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 他们有这种 co-parenting的divorce 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我们搞明白 我们的关系 就是阶段性的 我们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可是现在我们就 uncouple 我们就不在一起了 我们去各自找自己 你要小心传播中理论 男人老非常需要女人 现在里面传统就像 小慧姐 像他们这些女人都听到了 我们现在 不会啦 因为你们还是很契合的 我们都很契合 女人年轻的时候 跟男人相处 不要需要男人 等到了一个阶段 男人越来越弱 I know 所以我要劝所有的男人 就是要乖一点 不是乖 乖没有用 女人不是 要体贴一点 我们需要的是体贴 其实女人真的很简单 Layson 我也不是觉得女人 很喜欢那个 非常非常乖的男人 我也不认为是这样子 男人还是要有一点点性 对对 当然当然 对对 你有时候还是 你还是猛张飞 有时候大狮子 还要吼一声 吼吼 对对 但是不要对太太吼 对窗外吼 你还是要给男人破裂 就决定了干嘛 女人有时候很气 就是什么都要我决定吗 家里什么都要决定 你要是 真的耶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就这个阶段呢 你也经历过是不是 我 很多 男人还是个小孩 男人就是用 被妈妈照顾长大的 不管她是不是妈宝 她还是会很凶 她还是不就妈妈 是她靠山嘛 太太是她靠山嘛 对呀奇怪 我才不要当靠山 我累就累死了 我要到底靠 让几个人靠我 我觉得你去做一个节目 女人向世界complain 真的你帮女人complain一下 就平衡一点了 我有不是写楼书 在帮女人讲话 但是我觉得 婚姻还是好 台湾没这种什么节目 台湾这种节目 那很多女人 全部都是上媒体 去讲政治 讲什么东西 烦死 对呀 这个我们要讲一些软性的话题 不是不是软性 这很重要 家庭是很重要的 没有家庭有什么政治啊 对呀当然啊 你看那个谁 他讲 好不讲 最重要的政治的题材 就是来自于家庭 怎么搞八大姑 大八爷的 八大姑六大爷 对 八大姑六大爷 You know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很 你决定很厉害 记得那时候 我们住的住 又演了一季 第二季要开始的时候 你答应我要来演出 从美国回来 对呀 等我回来之后呢 就透过小燕姐 他们跟我讲说 Melody 不能演出 一直不讲 没有告诉我理由 真的是我自己打给你 跟你讲的 后来 他说你一定要跟韦中哥 讲理由 你答应人家 你才告诉我说 你要结婚 你说他30岁 I know I know 我根本没有听到 你要结婚的消息 傻嘛 因为你前一个恋爱 你觉得不愉快 走了 那再来一个你就结婚了 哇靠 没有了 中间还有几段恋爱了 不要每次给我风味 就是那一个 那个是小恋爱 对不对 但是你一下 中间很多 没有中间有很多轰烈 你不知道 我是魔姐说 我秘密进行的了 那现在讲白了吗 现在是哪几个 Anyway 你就真的就结婚了 我就结婚了 然后就是一股冲动 正要红钱 演续说 他那时候多气 我可以讲吗 我可以讲吗 那个时候 你有30秒 你刚刚讲 他就说 他就 韦东哥 是我忙着说 我打给你 还是我说不行 我敢做敢当 我答应了 你打给我 我答应了韦东哥 我不可以这样子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打就说 韦东哥 我要结婚了 什么 结婚 好事啊 什么什么 等下他们在话圈圈的 现在不能讲了 可以想 还有七秒 哦 七秒 然后我说 四秒 三秒 后面再妈回来 我拎了面包袋去 你说开制作会 我说 你说 我先基本要怎么写 然后我说 我先妈 然后我就来 我就弯腰这样 吓了吓死 我说 Please 美东哥 不要放弃 我有一天 我还是要回来的 很好 但那个时候 你就真的 这节目太短了 我们要聊 两个小时 应该要两个小时 因为我忘了广告了 你来看我 我太开心了 快点 我们再安排第二集 part two 他们高兴死了 他们都喜欢你 对 我们安排一个part two 因为我们的故事讲不完 我们太多故事了 多喜欢你啊 大家都喜欢你啊 很好啊 而且又不骄傲 很好 很好 等一下回来是40分 你现在跟我讲直播 我就要小心讲话了 不会 没有关系 通常我都跟你讲很多秘密 因为我忘了有直播这个事情 我也是 你有没有忘记吗 我觉得我不一定了 你觉得没关系了 对啊 其实直播这个阶段 很多人想看直播就是在这个阶段还可以讲点真心话 可是我们不要理智就无所谓啊 对啊对啊 我们是不要理智了 我会提醒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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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联名待姓这样子 真的很傻呀 不会 疲掉了 不是我们认识朋友 听着朋友也不知道 对啊 谁 还好 哎 你这丫头下学了 对不对 最时候 放学了 放学要在家 他们都已经很大了 没有也没那么大 其实到了国中更烦 女孩 对啊对啊 国中是一个坎儿 国中真的要花很多时间 真的要好好注意 不 孩子有天性 嗯 可是还是要陪伴 要不然搞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 孩子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离得又近 一岁多 他们差得很近 才一岁多 才差一岁多 好 所以等于就叛逆 其实就一起叛逆 对 两岁 一岁半 不会不会 姐妹比较好 姐妹不要乱分开 嗯 嗯 对你有跟我讲过这个 嗯 对对对对 谢谢大家回来 谢谢大家回来 哎 我说到哪里是我们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时尚妈咪 Melody在聊天 哦 刚才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有个事情没讲完 就是说那个时候 呃 做作主要演第二季啊 然后呢 我请你从美国回来 你也答应我要演了 后来突然告诉我不能演了 我一直找不到原因 后来就你们进宫 跟他讲说他要结婚了 把我吓得五鸡子六兽的 是我自己打电话给你 因为我说不行 我雖然才二十幾歲 然後我嚇得半死 但是他是偉忠哥 他給了我很多機會 我一定要有事有終 我要跟他講the truth 我就顫抖地打電話 我說偉忠哥 我是Melody 然後你去哪裡 你不是Melody 我說我說我... 我要結婚了 很好啊 可是你結婚 我這個劇本你寫 我現在要怎麼寫 我說好好 我現在馬上帶咖啡 過來找你 過來找你 然後就帶了兩袋 帶咖啡啊 麵包啊 甜點啊什麼 到了製作公司 然後我就非常的緊張 都悲不感知 然後就這樣子90度 這樣子跟大家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就說快 我們現在怎麼研發這個劇本 你講 然後我說好好 我說那我們也可以加加加加 好就這樣 他說你這裡不演了嗎 你為什麼你結婚還是可以演 我說我先讓我 你有這麼卑躬屈欺啊 有啊我嚇死 大家他是誰 他是王偉忠 沒有你演工作 靈靈大名王 我嚇得嚇死了 嚇得嚇死了 我說偉忠哥求求你 不要拋棄我 因為以後我還是要回來的 後來十年後 我又去演我家是戰國 對對 因為我家是戰國 我一直嚇得個半死 因為我十年沒演戲了 偉忠哥的時候找我 我說Are you sure 然後他跟我講 我的男主角是誰的時候 我更嚇死了 我說My God 小五哥是戲劇 我說我怎麼配合他 我說我現在緊張和緊張和緊張 我謝祝我非常喜歡你 非常喜歡 OK好 這個是我們中間的一個過程 不過你真的也就結婚了 因為結婚之後你就慢慢越成熟 現在還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歡 謝謝 這樣非常非常非常高興 今天時間因為很短 對啊 要有Part 2了 有Part 2 那有些聽眾朋友呢 有些問題想問你 我必須要幫他們問 第一個他們問你 到現在為止 Melody 你各方面看起來都很成功 也很愉快 大家也很為你高興 你有沒有最敬仰的女人 我敬仰很多不同種的女人 我生命中 一個我非常敬仰的女人 就是小燕姐 為什麼 小燕姐讓很多人都敬仰 非常有智慧 而且小燕姐 她有一個仙姑的體質 我出任何狀況 或是我發生任何事 我還沒有講 她就知道了 那個時候我還在做廣播的時候 有一天她就打給我 你等一下下了電台 你來找我吃飯 我再來來 然後我就跟珍妮姐 我們就跑過去 然後我就 我們還在想說 他他找我們幹嘛 他找我們幹嘛 然後一坐下來 那個時候我懷老二 我才早上才剛剛驗 驗孕棒喔 我還沒有去看醫生喔 沒有人知道我懷老二 我一坐起來 他就說 你懷孕了 然後我說 他看你胖了吧 會你孕 沒有我才 我才驗 我才驗 然後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 哼 他我有什麼不知道的 對對對 他真的 他那個 他那個眼睛是可以穿透你的靈魂的 他瞭解他一個圈子做到極致的時候就算不在社會上走動他也可以生理神會 他真的 嗯嗯 所以就你最欣賞他有智慧他會幫你解決問題跟你講一些人生的道理 是他真的是我非常敬仰的女人 然後我就把他當我的一個長輩這樣非常尊敬的長輩 一份到今天有時候我自己在做直播做節目他會傳簡訊給我關心我說你今天怎麼了 我覺得雖然你看起來很漂亮但是我覺得你心裡有事 哦 他是這樣子耶 這樣子理解我的 非常好 所以你覺得 呃他怎麼體會別人你我覺得因為會體會別人的女人是你很敬佩 我那個時候在不孕的時候因為我經歷過一個很辛苦的不孕症的過程我都不敢跟人 歡迎各位說說懷孕的女人 特別羨慕 對啊 因為我不我那時候不孕的時候非常痛苦不敢跟任何人講因為講出來就覺得好像自己很自責然後怪自己然後覺得自己怎麼在 小燕姐那時候他也沒有刺破我他也沒有他也沒有他就有一天把我叫進去office他說那裡啊人生很多事情就是要學會面對處理跟放下他很難但你一定要做到然後那時候我就忍住眼淚我想說他怎麼知道我現在經歷不孕這一塊然後我也不講話他也不講他就看看我我就我就這樣點點頭他就他怎麼都知道不女人不孕有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很不健康 對對對可是到現在有很多科學的方法其實還蠻好的是是現在沒有錯所以到可是那個時候現在大家都很open啊什麼我動軟 對對對以前我那時候是十年二零零在十幾年前去講這個好像是很丟就是很丟臉的事情好我們在問也有一個觀眾問說如果有一百萬台幣現金要一天內花光你想買什麼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好想買什麼對我要買的東西很多欸但是如果這個是意外之財的話我不可以為我自己想我要捐出來 好很好回答很好對也沒問也沒有回答答案也沒回答出來但是OK很好好另外其他都差不多了什麼堅固媽媽太太藝人多重身份啊失業家庭如果取得平衡大部分的人都會為我女人心這個問題 mommy juice什麼mommy juice喝一點酒啊真的嗎對呀你不知道這個是水啦但是偶爾喝一點mommy juice可以讓自己relax mommy juice會變成alcohol變成酒 mommy juice就是暱稱就是酒的意思所以是媽媽的果汁 小孩問你誰取的這個 everybody knows contemporary的名字嗎對呀對呀這是slang like年輕人 mommy juice 所以你會用喝點酒的方式來讓自己relax 來得到一些平衡 當然當了媽媽的女人都知道酒 sometimes也好朋友但是喝酒不開車了 開車不喝酒了小酌啦小酌 你真做過廣播耶現在講酒一定要講這兩句話出去 就是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要不然就會NCC就來罰了 對呀我知道是I know 好棒啊你好棒啊OK 你教我教得非常好 我哪有教你 我自己教 OK 所以這是一個說自己要有點空間 對有點朋友 要有點complain的時間 就是發瘋complain的時間 要有些要有些閨蜜好友來講 要當然罵男人的聚會一定要的 罵男人絕對是個好節目 當然把這個毒都 我常常跟我閨蜜在一起我們小酌的時候 我說大家現在出來罵一罵是拯救彼此的婚姻 對可是男人還是你要幫幫他 因為男人他有時候不知道自己不進步 知道自己已經落伍 或者覺得自己已經做錯他不知道 因為他們是可愛的黃金獵犬 什麼東西黃金男人就等於可愛的黃金獵犬 黃金獵犬很乖很忠實 就是個大笨狗的意思 所以呢你要 所以你要用很多方法帶領他們 因為黃金獵犬你要train他的時候 你就要給他吃個零食 然後他做對的時候你要說 哦so good好棒哦 你要給他鼓掌 好我們那個等一下 我這個黃金獵犬再叫兩聲再回來 已經沒有了 想讓今晚的負擔歸民嗎 還有嗎 九分鐘 哦還有九分鐘 你覺得我這個比喻怎麼樣 大狗啊 對啊我覺得人 我覺得男人要訓 但是各種狗有像黃金獵犬 也有像比特犬 對啊 但是你不僅會要加入比特犬 對啊 對 就說你要男人要訓 男人而且要男人訓好了 他幫你打天下 他愛你 他保護你 對啊 他如果你要男人不訓好 但是男人也不能把他逼到角落 不能不行不行 還是要給他空間了 對對對 逼到角落也就 男人真的很 不是那麼難訓服 他們要的就是溫柔了 溫柔 溫柔是力量 就是女人的溫柔 可以真的 power 所以這個害怕有趣 就你可以在家 女人當然因為有了家庭之後 你要弄小孩啊弄家庭弄 可能有婆婆什麼的買菜啊什麼 但是你偶爾對男人溫柔 男人也就好了 對 對 對 我們每天常常 欸每天常常我們 我伺候小學姐要講 要講要講 要講 我們現在直播 我怕什麼 我不要理智的 哈哈 我也不要 怕老婆 沒關係 我先生說他是PLP 我也不是怕老婆 我的先生 吳先生說 我就是PLP 我說PLP是什麼 他說怕老婆 怕老婆 反正這個夫妻相處 很大 如果要活一輩子的話 對 真的 要很多 老婆老公要 要眼力勁了 男人要眼力勁 女人得罪不了 真的 真的 所以40歲的時候 男生的脾氣還是很壞 40歲的時候 男人40歲到 我都跟我朋友講 老實在很年輕 我說你就忍到他 他45 45以後 他就乖了 45差不多 每天都在愛的環繞裡 也是阿里 一無妙子的回來咯 一無妙子歪來咯 拿著一把雞彈 他唱著我們最愛的那首歌 I like to home and love I like 孤子亂牆 我是王渝忠 您现在收听的是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 是时尚妈咪Melody 她是我们节目 我已经做快一个月了 中间广告时间 话都一直不断的 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因为有直播啊 直播他们需要听一点话 你太厉害 刚才你刚才说的一句话 你说这是男女之间的一个相处 知道你问我 你要形容男人 男人就像一个大的黄金猎犬一样 就是个大笨狗 问我有没有意见 我认为男人的确有点像大狗 但是狗有很多种比特犬 有大笨狗 有狼犬 有这个小鸡娃娃 有各种 不光是完全那么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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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厚 寒厚的黄金猎犬 你这样赞成吗 赞成 对 而且我认为男人 他可以慢慢慢慢 还是要驯服男人 驯服一个好男人 他会帮你打仗 帮你挣钱 帮你 当你的提款机 什么都给你 但是呢 男人也不能把他逼到角落 也不能管得太凶 女人还是要温柔 那所以你就教大家 怎么样管男人 就是男人有的时候 你就是像黄金猎犬 你要给他一个饼干 然后你就要做一下 他做到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他鼓掌 这个很重要 男人一定要鼓掌 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生物 动物 他就是听鼓掌 然后听好话 你放 真的 听好话 放胆地说 鼓掌 鼓掌 然后呢 有的时候你骂他 或是你发疯 发飙之后 你还是要温柔 男人很吃温柔 这一套 这点我接受 不要把他逼到角落 还是要温柔 就是你看他快要到了 你身平对你老公做最温柔的事情是什么 我昨天坐在阳台上 然后突然间我就要坐到旁边 然后我就这样子拉拉他的手 他被我搞到就是完全就梦化了 真的没有啦 没有就是这样子拉拉他的手啊 干嘛讲一讲那种话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很妙 就是你想过 设计过的吗 没有就是昨天我在 我不是在看那本书吗 我就非常多的感动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哎不管怎么样 吴先生他是我的一个陪我度过两个孩子 可爱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的手就放在那个椅子上 然后我就稍微把我的手放在上面 然后我就是在观察他会怎么做 OK 然后我就是因为男人其实不是那么难懂 然后我就掉几滴眼泪啊 然后因为我看那个书我很感动嘛 然后我说真的要感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什么 就讲一些那种很 you know 比较比较you know 心里的话 然后他就把我的手翻过来 然后这样子跟我十字紧扣 你们两个结婚多久 哈 结婚多久了 2006年 你看现在16年了 很久 再过4年之后 你们两个互相摸手的时候 好像摸到木头一样 我跟你讲 他就跟我十字 因为我本来只是手放在他手上 后来他就这样子跟我十字紧扣 然后你就知道他就被收服了 太厉害了 你这个你中心常做吗 就是偶尔你发疯完了以后 就是每次你在叫 因为女人在这个阶段上面有老下面有小 会很急躁 然后会很烦躁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说 有的时候你会大怒吼说 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 你为什么不能体贴我 可是男人也很可怜 因为你一直跟他吼说 你为什么不体贴我 可是男人他就是不会嘛 因为他是男人 他是大笨狗嘛 他不会体贴 所以你要他体贴你 你要用温柔的方式带领他 他十字紧扣 很多女人就会认为是体贴 哪有一个来宾一直叫旁边人 旁边这种族群叫大笨狗 一直叫我们大笨狗 我还要演 我还要在当大笨狗 你是最聪明的狼狗 所以你不是笨狗 你是最聪明的狼狗 OK 不是好 这个方式是对 而且夫妻大概一段时间 就要产生问题 这是正常 几年几年 你这个时候是蛮危险的 就是上了 你会complain complain啊 就是会暴躁啊 女人的暴躁 而且我们的慌梦也在改变 前中年期开始出现 对 然后以后看你老公想掐死他 对呀对呀 会呀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伟中哥曾经就跟我讲过一次 他就说 夫妻你以后会发现 他就是起乘转合 就是这样子 起乘转合 那如果你们两个人够有智慧 我是讲起乘转合还是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跟起乘转合都有 你说这就是生活 OK 然后就是要kind of like 你是不是有时候 有时候有次很想闷死他 你怎么知道 你要你已经下手了 闷死他 大家从里面里面起来 他很聪明 他有他有带一个呼吸器 OK 因为打呼不是要带这个呼吸器吗 有的时候我就会说 你再讲 我就把你晚上 就把那个呼吸器拔掉 我想问你啊 现在很多听众朋友 刚好在听这些男女性 也大概你这个年纪 也结婚到十几年左右 上游老下游小 每天工作这么多事情 好像家务师都是你 要买菜 你会火大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让我做 你就不能把东西放在那边一下 对 真正情况 袜子为什么要 那这时候 怎么让男人心悦臣服 接受的去变定训练 心悦臣服 我刚刚不是讲的吗 温柔嘛 你跟他温柔 你要掐死他了 你一下那脾气起来怎么办 因为每一次 我当然脾气出来了 还是要发 我如果告诉你们 我从来不发脾气 我们从来不吵架 那我是骗你们 但是我是表里一致 我当然发脾气 我也有凶狠的时候 你发完之后 软硬间是 软硬间是 上下其手 发完了 我自己又觉得委屈 委屈我就自然会哭啊 哭了以后 他又觉得他没辙了 我不是用哭 是用我真心觉得我委屈 OK 可是有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说 你的眼泪已经干了 你的心已经死了 你怎么会讲了这么多年 你还在讲同样的话 他怎么还是听不懂 你看 但是男人 你以前的歌 名字叫爱多少 早知道爱在雅德雅里海 爱你恨自己 爱不在 以前都 爱你恨自己 现在就说 眼睛干了 眼泪干了 眼泪干了 就是说你不是要死 就是说你会觉得说 我已经讲到 我已经烦到 我已经烦死了 怎么你还没有听懂 可是男生就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那么 他们其实没有女人聪明 他们真的没有女人聪明 所以他们要常常被提醒 他们是阻挠 我干嘛要这样配合你 男女的战争 好问你 你老公什么时候被你训练的 开始有点慧根 知道说不能再这样子了 我觉得是他45岁过后 因为我觉得生完小孩 然后我觉得男人到了某个年龄 接近50的时候 他会很怕死 所以他需要旁边的女人 所以他突然间就觉得说 我不能得罪 就是你刚刚讲了 你不能得罪 因为男人没有女人 会活不下去的 谁照顾你的 你的事情 吃饭煮菜 然后女人一定 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练一点厨艺 男人就真的每天六点半 就乖乖在家等着吃 女人做菜 是真的 对 做菜还蛮重要的 做菜 以前讲那种废话 大家听说 管理好一个男人 先管理好他的胃 真的 小时候听觉得根本就瞎话 越活的越到了一个阶段 发觉是真的 因为外面再怎么吃 就是不行 是有一年我奶奶回来 我奶奶上海奶奶很会做菜 我奶奶那时候怎么弄什么小 那个什么红油操手啊 狮子头啊 红烧糖醋排骨啊 我看我先生每一天六点 我不用打给他 他就坐在坐在桌上 我奶奶把他伺候的服服帖帖 我跟我奶奶学的 我想说 他这个 他这一招太厉害了 我要去上厨艺课 你说你这女人厨艺 还是必学的一个学问 那你觉得男人对女人 有没有什么特殊 一定要学的什么 男人对女人 就是要学会体贴 如果你的女人在跟你吵 然后不管他在 complain什么抱怨什么 你就默默的 然后抱着他 一切事情可以解决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抱他 走开来 没有关系 你就再抱着他 他跳起来给你手刀 他不会了 第二 可你这个抱他 不可以让他觉得 你有别的非分之想 纯粹的抱 纯粹的抱 只是一个拥抱 不是一个我抱 你是为了 非分之想是很合理的 可是当我在怒的时候 你不要有非分之想 那你就是在利用我 You know 我在怒的时候 我只要你疼我 我不要你对我有非分之想 这个我没办法 代表很多男人发言 因为我这个年纪 很多事情 我就没什么非分之想 我都是分之想 都分内的想 反正就是 一个拥抱是很pure 就是给你一个温暖 其实女人我们在complain 或是我们在委屈 或是我们就算我们在骂 有的时候我们会骂你们的妈妈 其实不是真的在骂婆婆 只是在抱怨 然后你只要给我们温柔 我决定相信 我回去之后 给我老婆好好温柔抱一下 她就会问我说 你做错什么事情 哈哈哈哈 谢谢Melody 谢谢 我们有机会 再请Melody 回来聊聊男女话 我说了 谢谢 真的 我讲的这个是 很好 I know good you know 所以你可以演喜剧 非常